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幸和肖峰先生在这里讨论一些话题 今天有点小激动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来到这里 还能做客在这个节目 因为这个节目因为我之前也有耳闻 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能畅所欲言 会的 一定会的 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一定会从我们这一次的访谈中会收益 当然我们今天的访谈内容 肖峰本人没有任何艺术造诣 不敢跟王瑞学教授去谈谈艺术 我们聊聊中美教育和教育中的相同点 差异和中美之间的互相的融合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跟大家谈一谈 其实谈到中美之间的教育 可能我们这些早年留学生 应该有点发言犬 我们在中国大陆受完高等教育 然后到美国来读的graduate 就所谓的硕士或者博士 然后再工作 对教育呢 由于在学校的时候竟读书了 没太注意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 但是确实感受到了教育的不同 我知道您作为一个 就是说在美术学院一个教育家 您第一次来美国 基本的在您以前的了解 和您基本的概念中 中美之间有一些从大学教育 我们现在谈到大学教育 有什么样的一种 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大概的不同 我首先说我在来这之前 也粗浅地做了一些功课 我首先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实际上是2013年 来自于新东方的一个数据 新东方是中国非常知名的 一个专门送我们的朋友们 去国外的一个语言学校 没错 2013年一共有50多万的中国留学生 去海外留学 50几万 对50万 比这个2012年的增速是达到了20% 而且这个50万的学生当中 第一目的地就是美国 因此就是说可以达到了24万人 它的增速已经超过了2012年 增速达到34% 而留学生中我们发现 像您说的早一期的留学生 更多的是来读本科研究生博士 而现在有一种趋势 是更多的是高中生来美国上学 甚至于还有中学甚至有小学 所以我们就说这一部分人 已经增速达到了58% 因此我想就是再往后推5到10年 我们可以预期 那么留学生的年龄结构 是向下的趋势 没错 那么其实反过来也印证了 中美现在的在教育上的交流 无论是市场上的渴望 还是说它现在市场上的一个状态 是非常密集的 所以我就想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 通过这组数据 你觉得更加比较之10年前 或者说更早的时候 更加的有意义 因为对华人 对于在中国的老百姓 以及对于在美国生活的新移民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看到您的数据 我想到我前一段时间采访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教育参赞 袁东先生 他就说 他说我以前在纽约 也做过教育的 这个当时他移民了 他说等我再到洛杉矶来 10年回到洛杉矶 发现学生这么多 他说爆炸性的增长 而且年轻化 对 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 没错 其实在我们洛杉矶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了解 也不了解 其实在Santa Monica 有个college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 我们中国来的朋友们 当然出来求学 一代人跟一代人不太一样 就您的观察 您认为这24万人 咱们读初中和高中 咱们不算了 就出来读college以上的 水平的那些孩子们 或者这些年轻人 您认为他们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首先说是 一个是在中国来讲 中国经济强大了 然后人们现在走出去的机会多了 那么对世界和对 全球资源的一个渴望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 内在的动力 没有错 他们渴求 美国的教育资源非常丰富 对 因为而且美国的教育 是很强势的 大家都知道的 那么这个我想是 首先是动因 是内在的一个渴求 第二呢 从家庭教育来讲 家庭的这个对孩子的推动 也是一部分动力 因为家长呢 在创造了财富之后 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接受更加科学 和先进的知识 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 情感化的这个因素 也在里头 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甚至哪怕他的父亲 是大字不识一个 他也希望他儿子 是博士毕业 对对对 第三个因素呢 我想呢 就是我们要谈到的 中美教育的这个差异了 因为在中国的 现在的教育的 这种体制下 确实学生的学习 压力是非常大的 这个您是知道 无论从小学 初中高中乃至于大学 真的是一次考试定终身了 那么对于很多学生来讲 那这种压力 对于他来讲 他是不是可以 有第二次选择呢 当他条件具备的时候 他可能会选择一个 更自由 更加开放的平台 去进行学习 也确实 如果他要看看 美国这孩子 你都会发现 在中国的孩子 真的对他们不公 美国的孩子 哭着闹着玩着 就把学念完了 我来到这最大的一个感受 我就在 这个生活区就能感受到 在中国的话 生活区我们会看到 孩子都拉着一个 拉杆箱去的书包 像出差一样 对啊 头低低的 然后去拉着自己的 很重的这个书 但是在这边 在一些park上面 我会看到很多孩子在玩 在开心的 这个和朋友交际 在进行体育运动 所以其实这个现象 已经反映了这个中美 其实教育的理念和一些制度上 还是有很大差距 大学教育中 其实在美国呢 有一个大学教育中 比较突出的东西 就是我看过一个数字 美国这些人 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 他很将近有40%的人 他们在毕业以后 从事的工作 和自己的本科的所专修 不一定相关 但是每个人都会告诉你说 如果我没有大学本科的四年 我就不可能走向那个方向 现在在中国也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医学院的 医学院毕业生 出来做医生的 少之又少 很多人都去卖药去 你怎么看同样有这样一个现象 中国大学生毕业 也有非专业的选择 美国大学生毕业 也有非专业的选择 是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背景 还是说有不同的情况 您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 要提到一个大学教育的 一个职能的问题 对 职能的问题 职能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美国的大学的教育 它很多是一个素质化的教育 那么一个是说 首先是学生的自主选择性强 那么你可以选择这个专业 也可以选择以未来工作的 一个相关专业 但是我们说大学教的 不仅仅是知识 它也是方法 对 那么当你掌握了一个知识的 吸取的方法之后 你走到岗位上 无论你从事任何的专业 你应该都有能力 去快速地捕捉到 这个行业的知识 特点和功能 那么我想这是美国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当中 现在也在慢慢地 发展这部分职能 就是说我们更加注重 学生的一个素质教育 一个全方位的教育 但是在中国的大学教育当中 确实也有一部分 就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 它并不是说 未来选择专业的时候 是清晰的 即使不是现在的专业 它可能就是一个权益之计 没有办法了 也就是说 为了个毕业本 对 因为我这个大学的专业 本身可能就不是我喜欢的 那么毕业之后 可能我有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机会 那么我就进入到了这个大学 所以我想还是一个 自主性的差别 自主性的差别 对 对有个培养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教学 因为我们可能是 从事艺术教学 我觉得可能相对于 理工科的教学来讲 还好 那么我在课堂中 也经常跟学生去交流 我经常也说 知识是动态的 我们不要去死尽应备 因为知识在今天来讲的话 在课堂上的讲 可能明天就已经更新了 过时了 所以当你去动态地 掌握一个知识的时候 我想知识是力量 但是知识更是方法 那么我们就不太畏惧 说毕业的时候 哪怕方向不同 或者只是相关 甚至于就是说 我有一些其他 更跳跃的方法 都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在大学 加强素质的教育 和修为的教育 因为有一个老教授 前一阵我正好采访 他70多岁了 使我非常的感动 他本身可能是 某一个专业的一个专家 但是他现在70多岁 他会从事一个很不 就是很 差别很大的一个专业的 一个工作 对 而且工作得非常的优秀 他跟我提到一点 他说 我非常强调 在大学教育当中的 修养教育 我觉得这个说到了根本 说到了根本 其实这个 我也看到 国内的很多学者 我记得我曾 我采访过一个西安 西安一个外事学院的 一个教授 黄教授 我就曾经问过 他的一个问题 我说现在中国 在强调两个教育 一个叫应识教育 一个叫素质教育 显然这两者是矛盾的 如何让他 老师们都意识到 素质教育的重要 可老师们 谁也不敢忽视应识教育 对 可是学生就这么多时间 他在学校就四年 你怎么能够 既要培养他的素质教育 又要让他完成 每个每门功课 都要A或者B 所以这还是 又说到了 刚才我们谈到的话 你还是体制的问题 这个作为一个老师来讲 他真的是很难去解决 这不是老师的问题了 他只能在课堂中 去尽量的调整 他的知识模块 那么作为一个大学来讲 他也尽可能的 在调整他的课程的结构 以及他的专业的结构 他在不停的调整 像我们学校 真是也是经历了很多的 尝试 那么说到底呢 就是说他需要一些变化的 可能就是这个体制的问题 它也是个体制 包括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私立教育 是非常的发达的 对 私立和公立教育 是几个是平行发展的 但是在中国 我们可以说 他的私立教育 目前来讲 从体制上 还属于从属的位置 比较弱了 对啊 顶尖的大学 都是公立的大学 实际上这也很难为 我觉得公立大学 因为他既要承担 顶尖人才的培养的 这个功能 又要承担社会的公平机制 那我们都知道 培养尖端人才 你是需要大量的资源 去供给少量的人 那是 对 然后但是如果 因为你有了这个公平的责任 你就需要把这个差距拉平 那么显然我们这个公立大学 他就没有办法 把最好的资源 给到顶尖的人才 那么 所以我们经常在讲 我们为什么顶尖的人才 这两年出的反而少 反而少了 真的是这个原因 那涉及到我的专业 也一样 有这个问题 教育的差异 无非大家是为了取长不短 对 特别是 回到一开始 我们的题目 今天我们来到 来到美国 四十几万的留学生 他们来 他们除了学习 有一个语言问题 有一个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中美文化之间的 互相的学习和融入 或者说 他自己把自己放进 这样一个学习环境的问题 你怎么看 这些孩子们 到了美国来 除了一方面要学习知识 他们还要学会 和美国社会之间的一个互动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教育 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 但是其实文化的背景 是不可忽视的 对 很多的学生 从中国的教育体制 我们就是说 是一种管理性的教育体制 来到了美国 美国实际上是一个自由 开放性追求的 对 开放性的 那么到这里 可以换句话说 就是没有人管理它 它怎么自我管理 这是它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那么首先我觉得 就是要调试 然后再有 就是刚才您提到了 很多本科生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英语 并不是完全过关 他可能就是说读写没有问题 但是从交流上 深层次的跟当地人去交流 它是一个问题 那么这又遇到一个语言问题 所以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可能是两种分化 一种就是还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 这是我知道的 因为我的学生有这样的 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 对 虽然生活在美国 可能他的圈子还是中国人 他过的还是中国人的生活 用的还是中国人的思维 只是在美国去学习一些知识 但是也有一些融合的比较好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主观上 非常积极的一个动因 他积极学习这个语言 比较敢说 然后也去积极的把自己的思维完全打开 不是封闭的 完全打开 吸收我们说的西方的这些文化 以及他的这些特点 然后再去调整 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来到美国的这个留学生 我觉得首先是从出国门之前就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从我的体会来讲 你做准备再充分也还是不够 对 还是不够 但是就是说从家长 从社会这个角度来讲 要给学生一个正确的指引 起码现在信息量比较丰富了 他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 对 就是来到美国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转 你需要做好什么样的一个准备 到这边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积极 还是要积极 然后要放弃中国的一些东西 就是不要 起码要改变一些了 对 要改变一些 要改变你原有的 就是说会有别人管理你 你要听从就是别人的安排 或者说 我就要积极的调动主观因素 要调动你的这个自由度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是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调势 有点难为他们 有一点 因为它的基础教育是在中国形成的 对 它的思维方式啊 包括它的这个很多的方法 都是在中国形成 来到这个西方完全自由 它可能就是束手无措的一种状态 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 我并不认为一味的西方 或者一味的就保固我 保守自我是对的 我认为当你来到这样一个新地方 一定是相对把你的文化优势拿出来 然后去学习和尊重对方的文化优势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和谐的状态 我本人也有这样的经历 我去年参加一个欧洲的一个 全世界的一个年会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会议 那么在场呢 我们说有欧洲人 有美国人 有中国人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人 这是一个真实大力 因为由于语言的问题 我并不能够完全地唱出语言 但是所有的party上 美国的教授都是主动地来跟我说话 并且非常鼓励我 我觉得这是美国人的一个非常优点 就是他非常的鼓励和尊重别人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我通过这小点 包括我的接触 我发现美国还是很包容的 因此当中国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只要你也去尊重别人 去包容别人 去遵守人际现有的游戏规则 我相信是能达到很好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 有一点 有一点 当然了 我们在说的是一种理想状态 确实在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 存在的种子之间的不平等 这个是一个没有任何人否定 即便我们现在选出了一个 非洲裔的总统 非洲裔的朋友 依然还是生活不如其他族裔的朋友 最后30秒 给我们做个小节 就是说我们来到美国 买房置业安家不是根本 我们的根本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资源 而这个资源是能不能给我们带来 更高的幸福感 因此我想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在这边的华人 包括这个群体都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将中国的优势文化 和西方的先进的教育理念进行结合 让他开出一朵非常鲜艳的花 没错 老师就是老师 最后王老师把整个我们谈话的高度提得很高 其实深层来讲就是这么回事 今天非常感谢王教授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各位 也非常感谢我们观众和听众朋友的收看和收听 谢谢您 再见 再见 欢迎订阅